文革华生活快递 综述2001年9月11日,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,而这一天,也成为了美国政府及人民心中永远的痛。 就在这一天,当今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,遭遇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,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。 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,美国国防部所在地,五角大楼先后遭到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波音机武器,767飞机猛烈撞击,导致世贸双塔轰然倒塌,共造成3201人,包括343名消防员遇难。 911事件之后,原以为导弹目标,或核装置爆炸点的归零底ground,Zero一词,成为世贸中心一片废墟的代仇。 在那之后,归零底也是每个游客纽约之行的必大场所,与预行前登上大楼福坎世荣的情形截然相反。 每个来到归零底的人都是心情沉重,瞬间发生的惨剧,让许多人来不及百应,就成为了这场浩劫的遇难者。 无论是从飞机掉落,还是被困在楼中,凄惨状都已成为家属心中的痛。 而那些在救援活动中,牺牲的消防员等工作人员,也成了全美人民心中的英雄。 美国时间9月11日的纽约城,用光鼠模拟消失双磁塔的纪念之光,Tributing Light,活动,是纽约的一年一度当面9.11事件的标志性活动。 纪念光鼠是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半年后,首次公开亮相的公共艺术装置。 它被安装在世贸中心遗址附近,如今已是第17个年头。 每到9月11日日落之后,这个公共艺术装置,就会用88组蓝色探照灯,向空中打出垂直光源,来代表着在孔袭中消失的双四大楼。 在纽约人心中,屹立不倒,在晴朗的夜晚,在纽约的每一个角落,都可以看到这两束蓝光。 那开似虚无缥缈的光线,似乎缅怀着在孔袭中遇纳的人们。 每一个光点,似乎代表着那一个个闪光的灵魂。 他们似乎去往另一个地方,却又仿佛只是睡去。 死亡并不意味着离开,再见也不需永别。 从9.11废墟上升起的蓝色之光,是所有纽约人记忆的的见证。 不仅纪念着9.11当天的灾难和救援,更见证着9.11之后纽约人努力康复,和重建希望的过程。 从被巨人纸上发出的光束,更带有一种永恒的力量和崇高的温柔。 就像每一个9.11纪念日的主旨一般,它不是为了让人们对始作俑者暴以仇恨,而是让人们再不忘疼痛的同时。 尊重生命,结束仇恨,终止无知和偏食。 图完综合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